戴玉的美是怎么被描写的 虽然有了正面的描述 就是什么 他出进龙国府的时候 那么对他的 这个形貌 做了一个描写 这个描写也是 已经很不容易了 达到什么高的程度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美是如何的动人 我来看一下 三十五页 第三回讲这个 待遇出进龙国府 然后宝玉才来 先写了宝玉那个样子 这是在第三十四页上 了写了宝玉的形象 你看这种了写 不是说红楼梦里面毫无瑕疵 还是有那么一点瑕疵 就写宝玉的形象的时候 我们看三十四页 这下面 西将有两个词之前 说宝玉怎样的穿着 然后说 月选的面如肤粉 成罗狮子 录的说话 这套的 转叛多情 语言长笑 说话在心上带着笑 天然的一段风骚 全在眉梢 平生的万种情思 细堆演讲 这道写的蛮好的 就前面八个字 比较熟了 面如肤粉 成罗狮子 很熟了 那就不管它 我们看写黛玉的形象 写得真好 在三十五页 贾母就笑到 外客未见 就跟宝玉说 就拖了衣裳 还不去见你妹妹 宝玉早已看见 多了一个姊妹 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 忙来作义 事件归座 细看形容 说这个黛玉 语重个别 不同一般的 两万四处 灰处 熔烟眉 一双四夕 灰夕 寒情目 就这两句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你想想 这样一个女子 她的眉目是怎样的 说那个眉呢 是四处 灰处 好像皱眉 又没皱眉的样子 说她的眼睛是什么 似乎是喜 又灰夕 想想一下 想想一下 这样的美貌是不是非常多人 你说她是高兴呢 好像是高兴啊 喜悦 又不像喜悦的那种情 寒情梦 这样男人来想想 那个中国现在标准美女叫什么 叫什么名字 一天都能做广告的 范冰冰 范冰冰 你说这几句话 能弄弄弄弄到范冰冰身上 用不上去的是吧 你绝不会在范冰冰的容貌当中 看到这种四处非处的眉 四夕非夕的木 没有的 她是标准美女 隔色化 现在经常到韩国去 许多人转 隔色化一下 然后再看待遇是怎样的美 翻到266年 那一天是因为赵姨娘叫马道婆 施了乌法是吧 然后呢 宝玉封了 奉剑也封了 正在一片的忙乱之中 说薛盘他们也来了 我们看 第266月第 第四行 第三行就说 这件奉剑手持了一把明晃晃的钢刀 砍尽了原来 见鸡杀鸡 见狗杀毒 见人就要杀人 众人一发慌了 周瑞家的媳妇 周瑞媳妇忙在这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着 夺下了刀 抬回到房间去 那平儿分了 等哭得 内天内地的 贾政等心中也有些烦难 顾了这里丢不下 那里 别人的慌张之波别假 多有血盘 更比猪人忙到蛇峰去 他忙什么呢 又恐怕薛姨妈被人击倒了 又恐怕薛宝采被人瞧见了 又恐怕湘林被人哨皮 为什么 因为林姑父的人也在这里了 他知道贾政等人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 他还防着呢 因此忙得不堪 灰一眼 拍见了林黛宇 风流婉转 结果什么 血盘瘦到在哪里 这就是黛宇的美 描写安娜卡丽尼娜的美 她第一次出场是 通过什么来描写 从罗伦司机的眼中看到的 但安娜 是吧 这个邪法跟这里是一样的 现在是借助了薛盘的眼睛 说了戴雨的美 托洛斯坦借助了沃伦司机的眼睛 说 间接地说出了安娜的美 如何让这个沃伦司机震动呢 这都是能学大家的说明 你万万想不到 薛盘这个粗人 也会松倒的 戴雨的美可不是一般了 里边的女子都很美 是吧 宝采美 妙里也美 凤姐也美 可虽有过像 她们哪一个会像戴雨那样的美呢 这样种梅墨之情 四处飞出的 四喜飞喜的 墓 是如何的动能 这就照着所有的多德自己去想象了 我们现在谈一点人生哲学啊 这个宝带爱情 与人生哲学 听出的思想家 有一个思想家叫严远 他是这样的把爱情 从哲学的角度 第一次抬到如此高度 文学上是红楼梦 严远说 情有慈雄 受有聘补 昆虫银蒙 亦有阴阳 岂人为万物之名而独无情夫 故男女者 仍是大狱也 亦仍是真情自信也 她不仅是生物的欲望 生物性的欲望 她而且是人的真情自信 在宝钗的精神世界里面 就缺了这一份真情自信 在这个淡雨的信众 完全都是真情自信 马克思也这样谈到了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马克思说 人与和人之间的真情的 自然的 并然的关系 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从这种关系 就可以判断 人的整个文明的程度 就是说 如果在一种文明里面 爱情不是得到了安顿 而是被摧残了 这个文明的程度 这个文明就比较糟糕 这马克思的看法 介入他的 非常著名的 划时代的哲学文献 叫1844年 收稿 我们再看王国伟怎么说 在他的那本书 叫《红楼梦评论》里面 王国伟是这么说 此可知 生活之运 只先人生而存在 而人生不过是 此月之发现也 就每个人的具体的人生 开始之前 已经有一样东西在了 这个叫生活本身的运 此可知五人之渡落 有五人之所运 而每个人将人到 这世界上就是 如从太虚幻境里面 渡落到人间 一样的道理 是用望去世的 所以那块舌头 就变成了欲 欲者欲言 邪音 此生活之意志 其余永远之人生 比个人之生活 有切 有为正切 一言以明智 换句话说 男女之悦 有强于隐私之游 为什么 何者 前者是无尽的 后者是有限的 直播了也就完了 是吧 在爱情这件事情 他是无限的 前者是行而上的 多了个学词啊 大家知错 前者是行而上的 后者是行而下的 从佛学的角度来看 爱情其实是 佛性的一个方面 我们每一个男男女女 来到这世界上 注定要爱一场的 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个人做错的 主观决定 假如是我们爱或者不爱 是个人做错的 主观决定 这个世界就很奇怪 一部分人决定去爱 还有一部分人决定不爱 没这种事情的 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 注定要爱一次 这已经表明 当你来到这世界上 之前已经有一样东西 等着你的 他先于你 高于你而存在 这就是佛性 佛性的一个方面 就是爱情 假如有一个人 在多次的恋爱当中 失败了 不断地在恋爱的生活当中 被背叛 他设断过多次 于是他得错一个结论 在这个世界上 爱情本不存在 他错了 他一定错了 对吧 你被背叛过无数次 你仍然应当有爱的能力 因为爱是佛性的一个方面 你说我的心 终于不起这个念头了 你的心就死了 心死了也就佛性消瘦 但佛教教 既心既佛 佛教教我们修行 不是让我们坐在那里 把各种念头全清洗完毕 那叫空心静坐 舌头肯定坐得比你好 对吧 你没办法跟舌头比 是吧 你空心静坐有意思了 慧能就坚决反对这样 一个美女从一个男性面前走过 你居然心不动 这很奇怪的 动了 然后想要得她 追求而得不到 起了烦恼这不对 那叫妄念 那心不动这是错的 不是错 就是说你心没了 这是我的最极图的理解 所以那个飞行勿劳 各位都挺看多的 大概 里边有一首诗 真是好的 谁写都不去管它 那是把爱情收归了佛门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争不解 这是佛性 对吧 把爱情收归佛门 在这部红楼梦里边 由谁来象征这一点 悦养 对吧 对吧 对 对 对 Arsen 平 然 我